好那我們一樣是 資本主義 Naitomea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邪惡的資本主義 第九章 舊龍 撒錢模式 資本主義就是要撒錢啦 邪惡的資本主義 一個 delight 阿在我們 人家的美的沒有 有錢就是任性 媽媽只是順便 那是 那是 全世界都是我的伸展台 嗨 阿民102 安安喔 一個資本主義搞不定那裡有用兩個嗎 那是 死了還要排 五百塊 下去領五百 嗨 M.O.C.H.A.I.C.3004 安安喔 生育能力沒用過半次 我覺得那個能力不用好像也沒什麼差欸 因為那個能力靈力耗得很快 在院裡面就跳舞真可惜你看到柔柔的身段 正路完 EA14242036感謝你的追隨喔謝謝 可憐 可憐的鬼 外拍賺錢 呃台主玩過這麼多代你覺得哪代最恐怖最好玩啊 呃我覺得最恐怖應該是三代刺青之聲吧 因為三代的那個地板下的爬爬女真的很恐怖 那劇情最好的話我覺得是二代 這是紅蝶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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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以某種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一代也是最恐怖 因為她 因為當時技術力的關係 裡面每個人長得都很像外星人 幽之宮 一代的鬼子很像ET 視角問題 對啊 我記得這個地方 每次都有一張 零式底片可以見 各位可以記住這個地方 這裡每次都有一張零式可以見 來 邪惡的資本主義 Yay Yaddaze 嗨 RumiBus1028 安安喔 這個貓尾巴它也是哪裡出來的 Safe load 1 感謝你贊助5元喔 謝謝 我是要你買Frambo的那個觀眾 我還沒唸完 那就結束了 沒關係 因為那個贊助的訊息啊 它都會存在系統裡面 所以我事後會再仔細看的 感謝你的贊助喔 嗨 SSY990324安安 布萊恩 布萊恩犀利 台主如果恐怖排名 大概要給什麼順序喔 呃 我覺得第一 最恐怖 最恐怖 最恐怖三代嘛 然後再來是一代 再來 有點難排耶 那不然這樣好了 三代 三代一代 二代 欸 大叔又是你喔 大叔 那我覺得最恐怖的話就是月石啦 因為月石是那個西式洋館的關係 欸 唉唷 他彈太遠拍不到他 那你死了沒大叔 蛤 唉唷 快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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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喔 死了 sayonara 500get やったぜ 月石 月石的小手很恐怖 我真的覺得月石那個小手有夠煩的耶 月石恐怖的是熱波放棄 以前本來看到哲敬寧覺得好恐怖啊 現在看到他覺得好懷念還會跟他說你親哭 用閃光燈閃下大叔眼睛 嗨 明來 037 安安喔 呵呵 月石不就看人臉開花 喔 瘋狂的外國人 我知道你在說一群外國人玩那個 刺青結果嚇得要死對不對 那個我也有看 如果覺得全部都很恐怖 怎麼辦 那就全部都玩啊 對不對 那就代表你是個很幸運的觀眾啊 這樣可以一次把一次 精華作品都把自己嚇死 真是太划算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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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 嗨 安安喔 這裡怎麼有個小鬼 老馬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老馬在從東府啊 欸 這不是我老母嗎 老母你要去哪裡 老母 這是那個一代女主角生紅 外國人真的超好笑的 我覺得二代主要是劇情很棒啦 雖然有些人說二代不恐怖 可是 我當初玩覺得還是蠻可怕的 可怕是可怕在於那個地方很容易迷路 剛剛老母明明是走到這個地方來 為什麼不見了呢 啊這麼快一直給你找到就沒戲唱啦 教主超壞都笑歪國人 身紅留下來的紙片 會跟媽媽回家 我現在要出發了 對不起 原諒我吧 在這前方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現在這個也還不能走啦 要後面幾張才能走 滿地紙片 啊這個世界的人 就是習慣日記都隨便到處亂丟啊 日記可以收好嗎 啊不如來送便當 別動別動喝起來 別動有個來了 看完外國人玩三代 瞬間覺得三代很歡樂 蛤 在巴齒大人 有巴齒大人 欸 我第一次在這裡遇到巴齒大人欸 唉唷巴齒大人氣勢非凡欸 霸氣外露 唉唷 哇超嚇人的巴齒大人 啊不是這邊 怎麼會有巴齒大人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觀眾們的召喚 欸我真的從來沒有在這裡遇過 遇過巴齒大人欸 巴齒大人我沒有要找你 這一切都是一場誤會 我沒有要找你 我只是來找布萊恩而已 唉唷 快閃快閃 被巴頭被巴頭了 快閃快閃 欸 你們不要來亂啦 這是我跟巴齒大人之間的問題 你們不要來亂好不好 你們以為 老馬這麼容易給你們看到嗎 蛤 怎麼可能這麼輕易的就老馬呢 快閃 喔 喔 剛剛怎麼會被巴齒大人嚇得要死 不然 光是平剛剛那兩個阿伯怎麼可能嚇到我呢 蛤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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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辦法對聖鬥士使用第二次的 你說是不是啊 你以為這樣子我就會嚇到嗎 真的是太天真了 這種思維一定是9.2 還是好好賣 好一個GG 唉唷還沒喔 不好意思一切都是一場誤會 好啦沒事了快回去買菜 快點回去買菜 給我500塊 唉唷 我阿弟弟 打賣 唉 真是 太天真了 骯髒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盛鬥士 欸發尺袋好像閃了耶 阿伯身上被一堆便當就是要你買 真紅跟李昂一樣被同一系列作品的很徹底 蛤 好啦又是你喔 蛤 慢動作往後倒 這個就是所謂的對象牙 好要再見囉 Going home Going home We need to go in home We need to go in home Sayonara 沒事了欸 沒事了欸 唉就跟你們說 骯髒的資本主義 是不會這麼輕易的也被打到的 你說是不是他聲譽 蛤 老馬啊跟你們說老馬還總統府啊 所有我得是我 殺死在路上 站在坟墓上的少年 這邊又藏了一個小孩 嗨 嗨 殺死人的毒 阿 阿 到底 劈 那個來啊 這個啦 我不行嗎 這個 貝幣的傢伙 我 這麼貝幣 一定是9.2 快閃 布萊恩 布萊恩City 我就知道這是你 沒事啦 沒事找你 走開 貝幣的外傷人 Yeah 大禍禁 吃出 華麗的無事 俊雄 吃個正路丸鴨鴨鴨 慢動作往後倒 標準戲劇拍 欸 這上山的鬼原來是被死亡自我害死欸 噓 這是秘密 不要說 Yeah こんばんわ 小朋友你們還在外面逗留 蛤 那個夜深人人靜了 小朋友你們要趕快回家 小朋友 要是個正常 你的人 一聲 跟他一聲 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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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笑什麼笑 蛤 哭什麼哭啦 我只是叫你們回家而已啊 五百塊 給我五百 給我五百 よし 下去領五百 嗨 小蘿莉 我哪去了 來 小蘿莉 快點 大姐姐帶你回家 小蘿莉 蛤 拿你的書包咧 小蘿莉 該回家姐家庭作業囉 欺負小屁孩超壞 來 命運子給他 跌倒 超可愛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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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五百五百 來 給姐姐五百 超壞 超壞 這大人怎麼這麼壞啊 天啊 骯髒的大人 真的連頭女高中生超級壞的 你說是不是啊 聲音語 五百搶劫啊 從小朋友身上搶 搶零用錢 蘿莉與癡和正被教主使用攝影機攻擊受到五百傷害 卑鄙的外鄉人 小孩五百都要搶 小朋友身上不需要帶這麼多錢啦 開玩笑 小朋友身上就是給他10塊錢就好啦 給他買那個生活泡沫濾茶那種化工飲料就好啦 拿那麼多錢要幹嘛 剩下那個490元大姐姐幫你保管 大姐也拿去買遊戲 阿桑在那裡喔 阿桑 穿著黑色衣服的老婆婆 嗨 阿桑 欸 運不慘咧 你說當人住就當人住啊 哈 阿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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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點牌 欺負老人家 她現在還在慢動作往後倒 嗨 在補刀 欸 五百塊啊 給我五百塊 快女高中山 要勒索五百拿去買便當啊 唉 連個五百都不給 湯婆婆 阿婆被虐死 黑色 封面的手記 霸凌 霸凌小孩勒索五百 不只霸凌小孩 我們還有霸凌阿婆 霸凌阿婆 霸凌阿婆依然是勒索五百 打完小孩打阿嬤 超壞的 欸 聲韻真的是有夠壞 哪來不兩女高中生 四塊錢是兩百塊 愛幹 愛掛 愛掛 幾顆一座關 保護布萊恩 消除疲勞 霸凌阿婆精神好 然後 通通腳五百拿到正路完 剛剛欺負小孩 現在欺負老人家 現在女高中生阿 黑阿婆表示 我的五百被剛剛小孩拿光 想找一頭 還沒開口就被拍死 這個很悲劇 日商山最惡勢力布萊恩集團 如果我看不懂日文0系列是不是玩起來會很悲劇阿 這個系列的劇情有點複雜 所以 你說我看不懂日文的話 可能會有點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不過 不過幸好網路上都有很多 玩家們他們寫的 那個劇情翻譯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請善待老若父母 然後就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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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公的衰竭 然後 在哪裡 在哪裡 布萊恩在哪裡 嗨布萊恩 我先喝一下水 來去找布萊恩 拍鬼的時候如果想著500就不會怕了 拍鬼的時候如果想著500就不會怕了 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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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那是那個時候的 這個時候只能逃 因為那個攝影機沒有辦法對付他 快閃快閃 欸 布萊恩你閃太快了吧 我好不容易上車來找你 你就這樣子 自己一個人給我先酸 那個布萊恩 枉費我們姐妹一場 蛤 自己跑來海水浴場 自己跑來玩也不揪 欸 偷跑完都不揪了 你這個布萊恩 你跑太快了吧 蛤 你是不是這樣對得起我嗎 布萊恩 這也用跑得太危險了 還是用走了好了 布萊恩 剛剛是 他是 剛剛是不是卡牆啊 布萊恩閃了 布萊恩拋棄我 那個沒心沒幹的布萊恩 王廢我 剛剛 欺負了三個小孩 然後又欺負一個阿伯 只是為了來山上找你 王廢我把你當成朋友 你居然是這樣對待我啊 布萊恩 我就知道叫布萊恩了 一定沒有半個好人 叫做犀利的也不會是好人 我知道 你是隱藏版9.2對不對 我知道你是9.2 我看錯你的布萊恩 哇 笑屁啊 嗯 走開啊 哇 啊錯邊了 哇哇哇哇 欸欸欸欸 喔這樣也算了 布萊恩都是你 都是你 快閃 放生隊友 贅述傳說 教主內心戲好多 這個時候就算內心戲阿 不知道要幹嘛 蛤 你們說是不是阿 哼 嗨 Johnny GGYY 安安喔 隊友就是要拿來賣的阿 這是布萊恩 唉 王廢我 用心良苦 蛤 怕什麼閃光燈 蛤 你也知道他怕閃光燈阿 蛤 用心良苦卻成空 對啊 不跟你玩了 回家 瘋狂放生 剛才打阿嬤現在被警察追 警察一定都是等那個事件結束之後才姍姍來遲阿 為什麼那個門在閃 黑虎女大大只是要幫她的員工討回五百塊 嗨 Michael 安安喔 等我下次找到你就找你見事見事資本主義的正義 布萊恩 戰術性撤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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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不會害怕 然后,失去双亲的过去,以及能够独心的力量,让这两人共享了孤独,应该说他们对彼此的遭遇有共鸣吧,所以两个人的心的距离就越来越接近了,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看刚刚布莱恩的表现,我不觉得我们心的距离有接近,你说是不是啊,布莱恩? 然后,蜜花跟生鱼的妈妈,生红还是没有找到,嗨,那口安安哦,布莱恩表示,我是龟兔赛宝兔子,我跑超快 资本主义的力量 哎,不过我跟你们说哦,这个游戏它的评价啊,跟过关时间,还有你的,你的攻击力都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是,只有你得到的点数来决定的 所以你如果,目标是想要拿SS的话,你不管花多久时间都没有关系,你就是,建议是用最烂的底片,然后你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这样子比较容易可以得到S,那因为我们是实况的关系啦,我也要加速时间进行,我们就,评价就不强求了